你那个原来过去工作和实习的经历里面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次是因为我在那个传媒公司实习 然后可能要对接广告客户 他其中就有一个那个要上酒局喝酒 酒桌文化我之前确实就看到他们不是那种网上有视频那种就说什么 其实酒桌上如果领导跟你说比如某某小红你去催一下菜 就是这句话是什么含义 就是给你分析出五六种 就是一句话就是其实有很多含义 他说的第一种就是真的是让你催菜 这是表面的第二种就是他可能告诉你 就是这句话以后的内容就是你不能听的了 就是酒桌上有客户对你要离开 还有一种是但是这种就是他说就是 他说就是如果你说这句话 如果半桌上还有留着女孩的话 就是你要格外小心一下 就是如果他就是把你要直开 就是对人家女孩子有什么想法的话 其实你要有第一防心 就是还要就额外关注一下 对于这样的酒桌文化来说 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害怕 然后也让我爸就是在酒店外面等我 就是尝试那一次之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说 我说我可以在别的工作地方多多努力 但是这种喝酒我确实是不太行 那你现在投递的又是这个市场推广的这个岗位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职场女性要求陪客户喝酒这个事 其实我本人就本来就觉得 酒桌文化是一个职场上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吧 因为这种利用酒精上头的这个效应来去谈合作 这样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实力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合同 又有什么样长久的效用呢 我觉得应该要用自己的实力说话吧 我觉得不需要在酒桌上面去谈合作 要用自己的真材实干来吸引到自己的客户群体